系统课程 今天我们进行 第54讲 扶起党庭的抓手 一键封喉战法 郑重声明 凡全体经常量学技术特训班学员 保证做到死不得死不得要 不要带客理财 不做资金的奴隶 不要借钱讨股 要做市场的主人 不要收费战股 不要走外门邪道 维度去讲它 第一个是一键封喉的原理 本质上是平鞋交叉 然后一键封喉的三个要素 分别是什么 取点 怎么去画 取点 以及确认 以及有底 另外是一键封喉的四注意 叠加上下 务实和基因 最后的话 是一键封喉的策掌符 好吧 这就是今天的四个内容 首先我们从它的原理开始说 一键封喉是在王子老师的书里面 掌题密码移书当中介绍的 一个战法 它配合奥迪淘金去使用 会更好 那么奥迪淘金正在奥迪 有的奥迪大 有的奥迪小 所以只要是奥迪都会有存在淘金的可能 那么奥迪淘金它就解决一个形态问题 它并不能够解决我们真正的伏击的时间 那么如果有了一键封喉 也就是说我们运用亮线 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把握一个伏击的时间点 一个时机 那么所谓的一键封喉 它其实就是一条高级的斜横线 我们知道在亮线的课程当中 关于斜横线 那么我们是通常来讲 是取两个阴时顶去连线 下降途中两个阴时顶去连线 然后当经过了第三个点位的确认 那么这条线 它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什么 下行的斜横线 那一键封喉 只是说在下行斜横线的基础上 又细化了一点 又有一个新的要求 就是要求 手跌的两根阴柱 它必须是什么 上凸下凹的 什么叫上凸下凹呢 下凹的意思 也就是说它必须是长阴短柱 它必须是长阴短柱 代表加跌 那么上凹呢 也就意味着 它必须是什么呢 这个波段 不能说最高点 应该是这个波段最高的 那个阴时顶去连线 那么如果它符合这个要求 那么它就是什么呢 一键封横线 但是它是否成形 那么需要第三个点位去确认 就是一 二 这条线需要经过第三个阴柱的时顶 去确认 那么一旦它符合 上凸下凹 并且经过第三个阴时顶确认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一键封横线 那往往的话呢 在这个 在底部 就是平鞋交叉处 它就容易爆发出中道大洋 那么有的时候呢 就爆发出涨停板 但是能不能出涨停板呢 关键得看基因 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出 那么这个就是一键封横的原理 所谓一键封横就是一条特殊的下行的斜横线 所形成的什么键 刚好与底部水平的平衡线相交 相交的什么呢 猴 切合 形成平底三角形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平底三角形 那么 平斜线的交叉处 往往就有中道大洋 一不小心呢 就会碰出一个涨停板 这个就是它的原理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 我们讲过 股票呢 是没有只涨不跌的 它都是涨跌互线的 那么在涨跌的临界点呢 就会出现一个拐点 对吧 它会出现拐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阳盛升阴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阴盛升阳的地方 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么我们随便捞一个股票出来 它都是符合这种条件的 随便翻译之 比如说今天是多少 12月29号 那么就1229 比如说这个上海银行 对吧 那么 我们随便找一段 就比如说这段 这是最基本的量学的原理 或者说股票运行的原理 我们用相邻的两个阴线的石顶去连线 那么在这条斜横线的末端 它就会发生什么呢 转势的拐点 就说它一旦突破这 那这个票就开始挡了 那么同理的话呢 我们用两根阳线的石底 相邻的两根阳线的石底 比如说去连线 那么一旦呢 它跌破了这个位置 也就要看跌了 好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趋势线的作用 也就是斜横线的作用 那么一见封喉线呢 就是运用了这个拐点转向的原理 几点转向的这个原理 好吧 转向的这个原理 以这个东西为基础 再加上了一条什么呢 比如说 真底的一条线 水平的行线和它 那么形成了什么呢 形成一个定位 在这个三角形的位置 它就容易爆发 它就容易爆发 好吧 这个就是它的基本原理 这就是一见封喉线的基本原理 那么我们去 我们去看一个案例 我们去看案例 比如说这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它哪里 哪一些位置 它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 好吧 那么我们去连线 比如 我们用这两根音线去连 对吧 那么它在这个位置 你看 这边有一个水平的精准线 上面呢 两根音下来 一个 两个经过第三个确认 它就在平斜交叉处呢 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中道大洋 出现一个中道大洋 那么这条线真的还有用吗 它没有用了 对吧 它们有那么叫换一种连线的方法 那么我们用它和它去相连 我们用它和它去相连 这样可以吗 这样不可以 对吧 这样不可以 因为中间这里冒出来了 过去了 所以呢 取点就不能取这里 那么同理 那么我们就用它 我们就再往下挪 用它和它去连 对吧 它和它经过了什么呢 第三个因实力的确认 在它的什么呢 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出现中道大洋 因为它差一个东西 对吧 是一个什么呢 平底的三角形 你要有个底 对吧 它的底在哪里 它的底在这 但是它的底是定准线吗 不是 对吧 它不是 参差不齐 所以呢 这里上面的斜横线是可以的 但是下面呢 也不行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就继续 而且这条线呢 对于现在的走势来讲 已经用不上了 那么继续换 所以呢 我们再往下去 取它 对吧 比如说取它 那么这里吗 还是这里 这些位置都已经用不了了 我们连这里 因为那走势呢 已经过了这个位置了 所以这条线呢 就没有用 那么如果我们用它 连它 走势也过了 所以也用不了 那么只能去连这 用它 它们俩去连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比如说用它 和它 相连 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 你看 它 它 是不是长影短度 是 是不是长影短度 是 有没有经过第三个点确认 有 有没有底 有没有水平的精准线 有 那么这样 这个 就爆发出了一个什么呢 中的大洋 或者是掌心板 所以 这个就是一键丰喉线 它的原理 那其实简单来说呢 听到这里 同学应该有 应该也有了解了 一键丰喉线 是针对于在下跌 下跌的股票 跌到底的股票 在它的什么呢 在它趋势突破的位置 或者转势的位置 在这里会容易爆发出中的大洋 所以说一键丰喉 这个战法 它一般是运用在超跌的个股上面 清除力点清打一 这个战法 如果现在是在党势里面 那这个战法 它就不好用 但是如果说大盘跌了一段时间 那这个战法它就好用 对吧 因为大盘下跌过 那么下跌过的个股肯定都会有下跌 所以这个时间点 它就有用 这个是关于它的时效性的问题 那么这个案例 刚才已经讲解的比较清晰了 怎么去取点 为什么要选这两个点 为什么不从它 从它从它 你顺着去选 但是现在的走势 前面的线已经不管用了 所以我们就要取什么 取这条线 取这两个点位 取这两个点位 这个就是一键丰喉线的原理 那么我们去看下一个内容 下一个内容是 一键丰喉的三个要素 一键丰喉线 是斜横线的杰作 是亮线桌掌亭中斜顶起柱 就讲的就是这个原理 一键丰喉有三个要素 这里所谓的斜顶起柱 就是斜顶 这是一条斜横线 这是一条下行的斜横线 它的顶在哪里 这是它的最后的位置 斜顶 就在这 它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封喉线的取点 是取距今 最近的波峰右侧 凹出的什么呢 大阴石顶 与距今 最近的凹底左侧 凹出的大阴石顶 逼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 它第一个元素是什么 是 最近的波峰 的一个风 它的右侧 凹出来的那个阴 凹出来的阴 然后呢 与距今 最近的凹底 左侧 凹出的大阴石顶 B连线 成为一键风头线 那么假设 你前面是个凹峰 你的股票 跌到底了 现在是凹底 凹底的话呢 它现在有刹车 或者说 它中间会有 反抽等等 那么在这里 形成以后呢 就用这两个位置 去连 这两个位置去连 就连到了这 那么 如果你这里不是 有一条水平的行程线吗 那它就容易在 这个三角的位置 就爆发出一个 憋出一个中大大阳 或者是掌停板 那么有多少基因 决定它能不能够出掌停 还是中大阳 而不是说所有的 平线交叉它都能出来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么主要讲的 就是取点的原则 取点的原则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 等一下我们再去找案例 给大家去做演示 第二个是丰厚线的确认 这个就更简单了 那么它主要经过 第三个点的确认就可以 经过第三个大阴实景 C点的确认就可以 范围有效的一条 一条一键丰厚线 当然了 超过三个确认点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越多切合点 那越好吧这条线 最少需要三个 第三就是丰厚线的底部 最好是有精准线 或者说黄金线 凡是底部形成精准线的 一键丰厚 称为精准线上的一键丰厚 那么这个怎么去理解 就是底部一般 有一条普通的精准线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个真底 然后在这后面就探了几天 小阴小阳的探了几天 或者说走线场直边什么的 那么它这里有一个多点同核 确立了 这是一条什么 这条精准线 那么当上面的精准线 和这条精准线标绘的地方 它就容易爆发 那么还有一种 是上面的精准线下来了 下面的位置 它不是真底 它不是真底 真底可能是在这 可能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它的下跌 可能比较猛烈 你看比如说是这种下跌 然后我反抽 反抽 反抽 好 我再跌 好 跌下来 好 然后我这反抽 我反抽 好 我这再跌 一根大硬柱直接下来 下来之后 这票只跌了 直跌了 然后呢 它在平鞋交叉之前 它先走了一个高标平击 然后呢 它又走了一个 比如说走了一个黄金建构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用黄金线 和这个一键封喉线的交叉点 一键封喉线的交叉点 这种交叉点 就要比这个交叉点 就比这个交叉点 就要好的多的多 因为它多了一个元素 这个就是一个底 和一个下行的行程线 行程交叉 出去 仅此而已 B掌三角的位置 但是这个不一样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黄金柱 它是和黄金线形成的 那么也就等同于呢 这个位置 它先走了一个刹车 那你这里就是一波换档 好吧 所以呢 有黄金线的 或者说底部有黄金柱 黄牌度的 就要比没有的要强 要好 这个就是 关于第三 关于第三 对吧 凡是底部回踩黄金线的 一键封喉 称为黄金线上的 一键封喉 那么上面这种呢 是叫做精准线上的 一键封喉 所以谁的级别更高 那肯定是黄金线 更高 那注意 若有连续多个大英十顶 不知道取哪一个的时候 A点呢 应该首选大英 对应的亮柱 是凹进去的 即左侧 最近的什么呢 阳柱 这个被我读 同行讲一下 因为不能停顿 一停顿 这个意思就变了 如果有多个大英十顶 不知道取哪一个的时候 A点呢 应该选取 首选大英 对应的架柱 都是凹进去的 背离结构的 不要去看这个 刚才念了括号里面的这个 所以架突亮凹 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 这是首跌的位置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叫凹 这个叫 架突 架格是突出来的 然后呢 下面的成交量呢 是长英短柱 是缩量的 这个就叫做上突 下凹 那为什么上面要叫突呢 就是取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不能被打过 就是比如说后面有单枪啊 有什么 这个点位不能被打过 这就叫凹出来的 如果被打过 那就没有凹出来了 这叫凸出来的啊 如果被单枪打过 它就不要凸出来了 好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关于取点的原则 以及一键封核的三要素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 比如说这个案例 你看 这是教材上面的案例 那 那么同理呢 我们去看 你在这个位置 那么 手跌啊 上面突出来 下面凹进去 长影短柱 B点 是下距离现在 距离当下啊 另外一个最近的波峰的 什么呢 上突 下凹的位置 经过了C点的确认 经过了D点的确认 经过了一点的确认 那么这个就确认了很多了啊 甚至还经过了上面的确认 上面确认 所以这个能确认就很多 然后呢 那么这个呢 到这个位置 它是什么呢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 叫做精准线上的一键封喉 因为它在底部这里 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王牌建构 对吧 所以就就是一个普通的一键封喉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一键封喉 你都能出现连板呢 这个案例呢 只能说是巧合 好吧 只能说是巧合 不是所有一键封喉 都能给你连板的 这个要先讲清楚啊 不要到时候找到一键封喉了 然后为什么不连板 为什么教材上是连板的 好吧 教材上只是为了演示原理 那么前面王子也讲到了 是给中道大量 并非是连板 只不过找案例的时候呢 连板的好看一点 仅此而已 好吧 所以这个是最普通的一键封喉 它的原理就是在什么呢 B档三角的位置 有一个突破 就是 那么这是普通的 这条线 对吧 它是一条普通的精准线 虽然它在前面是黄金线 但是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 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要的是在这里走出黄金柱的 那么这种就更好一些 没有走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呢 它的力度就没有有黄金柱的 它的力度就要比有黄金柱的 力度要弱一些 好吧 所以这是回踩精准线的 什么呢 一键封喉 这是这案例 然后呢 我们再去看 比如说 还有 我们再看下一条例 那么这个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这个呢 一键封喉呢 它还可以有叠加 好吧 也就是说 有的股票呢 它是由两条封喉线 所组成的 那么你看 它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这是一个下跌式 这是一个下跌式 比如说下跌式 下跌以后呢 在这里呢 形成了一条一键封喉线 也是一条下跌趋势线 那么这个下跌趋势线呢 它在这个位置 已经完成了一键封喉 就是凭斜交叉处 它已经突出去了 突出去以后呢 它涨了一段时间 涨了一段时间 它后面下跌的时候呢 它又把这个底给你打漏了 它把原来的这个谷底线给打漏了 那么谷底线打漏了呢 它就意味着它要 它要什么 它要下跌 它要继续去回踩 只不过呢 它是踩到了前面的这个什么呢 延长线的位置 所以这是前面的那一波 然后最近的这波下跌呢 我们取最近的可以划线 对吧 我们可以取最近的划线 这是最近的下跌的节奏 你看 我下跌 反抽 我再继续跌 反抽 我再继续跌 就跌到这了 那么这里的封喉线怎么去换呢 那我还是按照标准嘛 对吧 我们还是按照标准 首先呢 我们先去导 找到什么呢 找到上凸下凹的 这个是不是上凸下凹的 不是 这里是不是符不符合上凸下凹 那么如果我们用它和它相连 有用吗 这条线 没有用吗 因为它们又经过第三个点确认嘛 而且这已经被突破了 所以说它不能用它 好 那我们再换一条线 比如说我用它 我自己用它 好 那么这条线是有用的 你看一个顶 两个顶 是不是长音短柱 是不是上凸下 是 是 经过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第五个点 但是问题在于 它在这个平鞋交叉处 它没蹦出来 它没有选择向上 它选择向下了 这个地方能不能清楚 清楚请扣一 它那底打漏了 所以一键锋就失败了 那么这条线 肯定就没有用 对吧 它没有用 好 那怎么办呢 那两条都没有用 那你可以测第三条 根据现在的走势 那么我们就选择 这个A点 你看和B点 那形成了一间封口 但是这条线 它并不是特别好 它不标准 虽然案例上面 都没写了 弄的这个案例 但是原则上 它不标准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第三个点确认 因为刚才明明 这个前面要求的假 它要求有第三点的确认 但是这个地方 只有两个点的确认 但前面是有三点确认的 所以这条线 它的质量不高 但是可以这么去运用 那么什么叫一键封喉 可以叠加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你可以有两条封喉线 那这个案例 它就是两条封喉线的交叉处 再加上一个谷底线 那就出现了一个掌停板 但是这样的案例的话 实战中很少见 但是可以这么去运用 好吧 我们看一下初点 一键封喉可以有叠加 也就是几个一键封喉线 叠加起来 形成双同的一键封喉的格局 下跌斜横线 与底部的什么呢 平衡线交叉 最好是在精准谷底线的地方 如果没有底部平衡线的 一键封喉 那就是假的 有底部平衡线的一键封喉 才是真的 若有其他掌停基因配合 那么方能及时掌停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掌停基因配合 那也不是特别的好 好吧 这个是一键封喉的四注益的第一个点 一键封喉四注益的第一点 是可以有叠加 那么再往后 第二个 一键封喉上下两重天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一键封喉股票的走势 往往呈现上下两重天的格局 个别情况下 可以有部分的架注 在一键封喉线的上方 就这里 对吧 可以有部分架注在一键封喉线的上方 那么 有的同学以前画一键封喉线的时候 那就是必须是什么呢 必须的全部摁着头 不能出来 出来这个就不算了 但其实不是 对吧 其实不是 如果不按这么连 如果按这么连 它就不是一键封喉线了 发现没有 对吧 它就不满足了 所以我们是按照标准去取点 找最近的波峰 你看 就高点和次高点去连线 那为什么不选这个点和这个点呢 因为它没有意义 你选这个点 它行情已经走过了 能不能理解 理解打个一 就为什么不选它和它 因为现在走势已经过了 这条红线没有用 所以不能选它 那么你在选它和它的时候 那现在走势也过了呀 这条线也没有用 所以只能选它和它 A和B 那么A和B的时候呢 发现中间这里来了一小桌 出去了 然后又回落了 那这条线有没有用呢 它有用的呀 因为你只需要符合 两个英式顶连线经过 第三个英式顶确认 这就可以了 这还经过了第四个 第五个英式顶确认 这还有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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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这条线很精准的呀 对吧 那么在它底部呢 这里又有一条什么呢 精准的谷底黄金线 这是一条谷底线 前面这个是个黄金柱 这个是个黄金柱 刚好后三天 这又是条黄金线 所以黄金线加谷底线 再加这边的真底线 就变成了一条精准谷底黄金线 那么在这个平鞋交叉处 它就爆发出来 那是所有都能爆发出来吗 其实也 其实不是 你得有基因配合 对吧 比如说你这里是 你看这里是主力建仓 建仓以后拉伸 手跌缩量三一 再缩三一下跌 然后直接缩到摆地量裙 一路跌下来摆地量裙 对吧 那么你在这里才能形成 如果你这个不是摆地量裙 或者说你中间下跌的时候 你放了很多量 那这个地方也上不去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一键封喉上下两重天 主要的意思 四注意 一键封喉四注意 第二个注意点就是 它可以上下两重天 也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可以允许有几根 榨柱跑到上面去 然后再回来 并不是说 你必须上面是干干净净的 什么都没有 对吧 比如说 对吧 不是说你 你必须是满足这样 就这样 那就必须什么都没有吗 不一定 你可以有几根大柱上去 这样的也符合 并不是说上面 什么都不能有 刚好压得死死的 好吧 这个是关于 它的这个一键封喉四注意的 第二点 好吧 我们把这个 还是读一下教材上的字 ABC线呢 为一键封喉线 对吧 ABC线为一键封喉线 那么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 出去了 第一线呢 为精准谷底黄金线 就下面这一条 精准谷底黄金线 和一键封喉线 两者交叉处 提前两天的出现了暂停 好吧 那么图中的一圈内呢 有六根架柱 是高于一键封喉线的 就是这个圈圈 有些读者 为了体现一键封喉线 上下两重天的效果 往往把这六根架柱 放到下面去了 这是不好的 对吧 就不要划线的时候 不要刻意去取这几个点 必须是 就他必须在这个线的下面 不能在线的上面 不用 我们就顺势取点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只需要按照 划线的规则取点划线 在一键封喉线上 是允许有部分散兵游泳的 而不是要人为的 移动倾斜的这个亮线 好吧 所以说顺势划线 不要自己去改动 就按照这个标准 长影短柱 手跌的位置 去划线就可以了 如果盯过第三个点确认 下面有平衡线的 那就是一键封喉线 然后呢 这是第二 第三个注意呢 就是说一键封喉线 务必要实打实 这个也是刚才我们去 给大家去讲究的 就是不要人为的 去弄 还有在看票的时候 我们亮学看票的是 讲究原汁原味 所以除权过的股票 要用不付权看票 不是用钱付权 要用不付权 亮学讲究实打实 凡是除权封喉红的股票 划线时都不需要付权 一切要顺其自然 那么这里呢 就是那A点B点 画出一条线 但是呢 这条线呢 原则上呢 也不太符合 因为它没有经过第三个点确认 这个只能是一条普通的 普通的 这个平衡交叉处 它并不能通知为 一键封喉线 因为它不符合 老师在教材上面讲的 要经过第三个点确认 但是呢 这个案例是出现在教材上面的 好吧 这个要给大家讲清楚 所以 重视第三个点的确认 好吧 这是要求 这是要求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个出权案例 你就按照这么话就行了 那这里的话呢 你看它也是有个底部的 这个弦线 然后呢 出来两个眼 东到大洋 就这么回事 然后的话呢 第四 第四 一键封喉处呢 基础是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基因是基础 你要有基因 才可以 没有基因了 那不行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 一定要注意基因 有的 有的同学呢 就是只看发现 只要点位 只要这个点符合 对吧 只要点位符合 那就OK 是吧 那不行 还需要第三个位置确认 那像这个位置呢 它虽然不是因实顶确认 但是因的虚顶确认 那这条线呢 是符合的 因为它有第三个点的确认 并且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上凸 下凹的阴线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OK的 虽然前面的理论上来说 是要什么呢 因实顶确认 但是大家要灵活的去应用 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第三点确认 是为了确认这条线的有效性 那么如果是一条 普通的阴线去确认这 那可能不行 但是这个呢 刚好是你看 刚好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它是OK的 好吧 我们看一下这案例 首先呢 这个A点 就是A的位置 上凸下凹 现在请问 为什么不取它 为什么不取蓝色的圈圈 要取红色的圈圈 为什么 刚才我们有讲过 这个是取点兽的 有原则的 还有没有人记得 为什么不取蓝圈 要取红圈 对了 我们刚才讲过 叫做上凸下凹 什么叫上凸 上凸的意思 刚才说过了 你这个位置 是不能被单枪打过的 就是你不能被别人搞过 如果你被搞过的话 那你就不是 应该叫凹凸 凹凸对 你如果被打过 那你就不算是凹出来的了 对不对 你被打过 你就不算凹出来 你看 这个就被打过 但是他 他右边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 那么同理呢 你看取这个点位吗 你这个点位也被打过呀 但是他 他的右边就没有东西 所以说 这里呢 你可以用他去连他 你可以用他去连他 对吧 那 那本质上这里有没有 这里是一条线 你看一个点 两个点 它是符合的 他有没有经过第三个点确认 那这里经过了第三个点确认 这个也是一条线 但是关键呢 他有没有水平的精准线呢 他没有 他没有水平精准线 所以呢 他没出来 他没有憋出来 好吧 他没有憋出来 但是这个就是上突下凹的原理 不能有遮挡 他的右边不能有遮挡 你取点的这个位置 如果有遮挡的那个柱子就不行 所以有的案例呢 他是在高位先横盘几天 上下反复 然后才开始下跌的 那么我们取点的时候呢 就不能取前面那个被挡住的 一定要取上凹出来这个 然后上凸凸出来这个 然后呢 下面是长一短处凹下去了 好吧 所以呢 这是取点原则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 他右边没被捅过 他右边没有被搞过 所以取这 这个呢 是关于他 这案例 那么A点 就是取他 架突 亮凹 B点呢 他也是架突 亮凹 所以选择他 然后一画 刚好经过第三个点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直接用A去连C 就不好用吗 这条线 因为现在的走势 已经过了这个位置 所以不能用A连C 得用A连B 然后一看经过C 这条线就好用 好吧 这个是 这个是关于这个案例 然后的话呢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D线 我们就叫这个线为D线 然后呢 这条线为1线 那么上面三个点位已经OK了 看一下它的 有没有水平的斜横线 那水平的斜横线的话 你看这个D是一条什么线 这是个黄金柱 这是它的黄金线 对吧 这是一条黄金线 所以它是一个精准黄金线上 什么呢 起跳 它最低点是在这 那还有一条线是什么呢 你看这是一个谷底线 那谷底 谷底 这是一个精准谷底线上面起稳 所以在这个案例 平斜交叉处 那么它就出现了什么呢 它就出现了一个中道大洋 或者说是掌停板 好吧 那左侧的这个呢 就叫做他平衡 也叫做支撑 对吧 你简单理解为支撑 那右侧的呢 叫做自平衡 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 好吧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有什么基因呢 它这里就是有一组摆地量群 加一个小北洋过左风 那么这个小北洋过的左风 在哪里 它过的风在哪里 那么这个位置啊 没有看到风啊 对吧 可能是印刷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的问题 好吧 这里没有风 但是有摆地量群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基因是基础啊 这个票的基因呢 也不多 等一下我们去找基因 更多的案例 就是讲的目前啊 我们还没有发现 一个案例 这里是出现黄金建构的 如果出现黄金建构的 那就更厉害了 好吧 嗯 这是这个 嗯 那么 下行的一件封喉 那现在问 有没有上行的一件封喉 听闻 对吧 有没有上行的一件封喉 对吧 大家要举一反三啊 那么比如说上行的一件封喉 那不就比如说 这不就是上行的一件封喉吗 对吧 上行的一件封喉 你比如说 我这个是个封领线 然后呢 和这个地方的交叉 他在这把我的上行的 这个封喉线给干漏了 那这个说明就 趋势就下来了 对吧 所以呢 一开篇的时候 我们就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一件封喉线 它是斜横线的升级版本 它其实起到的作用 就是斜横线的作用 它就是起到斜横线的作用 那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多点精准确认 一旦跌破它 那就行情就不好了 只不过呢 是要求在取点的位置 有了一个上突下凹的特殊要求 为什么要要求上突下凹呢 因为我们讲一下背后的原理 上突下凹这个动作 是不是代表主力的假跌 长远转度 假跌嘛 那本来就是假跌 所以说它后面的下跌 是不是全是假的 请问全是假的 我们要懂战法 更要懂原理 你不懂原理 只知道这个套路 那个那个公式呢 没有用 必须得懂原理 所以从手跌就是假的 中间一路缩量下去的 那本质上这一波就是挖坑嘛 那它只要挖坑 挖到位了 何为到位 何为到位 就是你左边要有一个水平的精准线嘛 对吧 那这个精准线是随便画的吗 肯定不是啊 左侧谷底是不是支撑 是 黄金线是不是支撑 是 那不就是简单来说 主力从这建的舱 挡上去 然后这里开始挖坑 就挖到它什么呢 挖到它最初卸入的地方 那么整个下跌趋势 本来就是假跌 你在这再画一条线 这条线呢 和这条线的交叉柱呢 刚好就是这个主力挖坑结束的地方 就下跌趋势结束的地方 那肯定就要冒这个中道大洋 甚至涨停板 对吧 如果你基因很多 那就肯定出涨停嘛 如果你没有基因 那就出一个中道大洋嘛 这就是一见封侯的这个原理 好吧 这是关于基因 是基础 那么最后呢 就是测试涨幅的问题 这是一见封侯的这个四周一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里再重复一下 对照上面的几幅图 一见封侯战法的可以归纳出 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呢 A点要取在波峰的右侧 价格呢 要凸出去 量呢 要凹下去 突然下跌的大音石顶是最好的 对吧 就突然下跌的长音短柱的石顶 在封的右侧的大音 不能有遮挡 它右边不能有东西 遮挡它 就选它 这是A点的取点 那B点呢 要取在凹出的什么呢 这个凸啊 凸出的大音 其底部的亮柱呢 要凹陷的大音石顶最好 对吧 那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柱子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是两个波峰 你比如说这个波峰 然后这里又来了一个波峰 那么这里又来了一个柱子 那就取它们两个嘛 这两个波峰的这个 价格凸出去的地方 但是量凹下去的地方 然后呢 A B线呢 最好要切合一个C点 当然呢 线上切合的点最多 越多 说明这条线越有效 那你至少都得 有第三个点位做确认啊 才行啊 你没第三个点位做确认 那你这条线 本质上就不靠谱 对吧 好 第四 A B线呢 要自然通透 要实事求是 D线呢 要精准扎实 这里是A 嗯 这是AB点 这是A点 这是B点 它经过C点去确认 那么D是什么东西呢 D呢 就是这个水平的这条斜横线了 好吧 所以说呢 D线呢 要精准 要扎实 也就是说 这个D线 你取它的位置 你画这条线取点的位置 要么是谷底 要么是黄金线 它必须是重要的穴位 如果这条线不重要 那你这个东西 它这里都拐不出去 好吧 就是第四点 那么第五点的话呢 就是斜横线与平横线交叉处 对应的亮柱群 要含蓄稳动 这样才有爆发力 也就是北地亮群斑 或者是加长阳矮处小备阳这些 以上只是下行一键封喉的介绍 还有上行的一键封喉的这个战法 那么这两种一键封喉的 取点画线方法 各不相同 一个管进 一个管出 对吧 其独特 时对时 虚对虚的辩证方法 阴阳互换的这个技法 不是文字和图片 可以讲述清楚的 有待后面有视频 去给大家讲 那么现在问一下 请问上行一键封喉 应该怎么去取点位 应该怎么去选 下行要求长阳矮柱 上凸 下凹 那么上行的一键封喉下 我们怎么去选点位呢 反过来就可以了 选高倍平梯的什么呢 大阳柱 它的实底 或者选长阳矮柱 你得有量 你得有量 这样跟注者 要选高倍平梯的大阳的底 去连 那么连完之后将来有根阴线淡漏它的时候 那不就是平行交叉 这个叫什么呢 不能叫逼长三角 应该叫逼着我们下跌的三角处 比如说左侧有根封顶线 精准封顶线 然后呢 现在又把它打漏 那不就是开跌了吗 这个股票 所以说呢 正法运用的是一样的 然后呢 一键封喉侧掌幅 一键封喉怎么侧掌幅呢 原理也非常简单 首先 是不是假跌 A点是不是假跌 它本来就是要求上凸下凹 长银短柱 整个下跌过程都是缩量的 那么一旦它站上了封喉线 它从这个位置涨到这个A这个位置 有没有任何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因为它的原理就是假跌 如果你是真跌 那这就涨不上来了 所以呢 哪里跌下来的就回到哪里去 这个本质上就是它测涨幅的原理 我们看一下 一键封喉的起点 A点是最重要的 我们之所以强调 A点要价格突量凹陷下去 突然下跌 其实就是寻找突然下跌的长银短柱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一键封喉的第一目标价格 应该与A点基本持平 因为A点是假跌 它右侧又没有遮挡 下跌的过程是缩量的 所以一旦它把封喉线站稳 那它就能涨到下跌的位置 等把下跌的位置过了 那不就直接奔着左锋就去了 如果你的A点是取在左锋 首跌 那么你这里一键封喉线站稳 那就直接就涨到左锋 这个就是它的侧挡幅的原理 好吧 侧挡幅的原理 有没有讲清楚 理解请打个1 本来下跌是假的 所以出现封喉的位置就能挡回去 如果下跌是真的 那你就回不去了 这个就是侧幅的原理 其实这里用到的侧幅原理 它就是四维砍盘的一个原理 也就是你看这个掌停这边 是没有压力的 你看这个是缩三一的 再往上 你看再往上 它也是没有亮的 你看它亮都没有下面的 这些柱子高 所以这里往上长就没问题 这个就是它的基本侧幅原理 那么同样的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同样的一个案例 这是B点 这是C点 A点 那么在这 这是刚才的A点 这是刚才的B点 这是C 突破的位置 那么它最后也就是长到这 你看 那为什么左锋没有过去 左锋为什么没有过去 因为没站上左锋的顶部 然后这里左锋的量比较大 它这边的量没有高过左锋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试探的动作 它将来的话会站上去 这个就是关于它的侧幅 好吧 对照这个规律 那我们又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如果AB两个点 它们的落差非常大 那说明这个一键封喉的票 它的涨幅就会比较高 能不能够理解 就是如果一个票 我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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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落差非常的大 然后我的A点在这里 我的A点在这里 然后比如说我的B点在这里 或者说我的B点在这里 经过一个C点的确认 那么这条线中间全是缩量下跌的等等 那只要它后面有精准线 你这个案例从这一出来 那原则上它不就是可以涨到A吗 只要它中间这些地方没有套牢盘 它就可以一路涨到A 所谓没有套牢盘 可以像这个案例一样 就这个案例一样 我们可以看 任何的一根绿色的柱子 都没有它左侧的红柱膏 对吧 这就叫红肥绿寿 所以为什么要求红肥绿寿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就是一键封喉测长服务 那我们去看一看案例 这个案例是原来做过的 你叫大北龙 叫大北龙 这个大北龙当时就是一个一键封喉的案例 对吧 当时也是抓到的 好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画线 首先 这个屏幕小一点 好 这个就是A点 对吧 然后B点 经过一个C确认 局定 上图桥 上图桥 那问题来了 这个A点有没有问题 这个A点是好像有点不太符合 对吧 A点的右侧呢 A点的右侧出现什么问题 A点的右侧有东西 所以呢 这里的取点是不是取得它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因为这里的取点啊 其实是取得它 它只是个C的角色 好吧 它只是个C的角色 因为刚才取点的时候讲过嘛 究竟嘛 距离现在当下最究竟的两个波峰嘛 你去取啊 那是究竟嘛 那不是 那是太远了 而且它右边呢 有东西 有折挡 好吧 它有折挡 所以不是取得那 是取得A B 那只是C的重合点 然后呢 这里有D 有个重合点 然后呢 底部呢 是一条谷底线 是一条精准的谷底线 好吧 那我们拉大一点 你看 这是一条精准的谷底线 有没有问题 4块05 真底 一个精准 两个精准 三个精准 四个精准 五个精准 六个精准 然后呢 这个票 这个是一个成数 这个是个黄金柱 前面这个也是一个黄金柱 这是有两个黄金柱的刹车 刹车以后呢 回落 回踩了黄金谷底精准线 出现低量 出现一个小备杨 那么现在不就是 准备换挡了吗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 我们在这儿换一条线 那你再过去 它不就是突破平线调查 这不就伏击位吗 清楚了一点 请打一 这就是 这是 这是19年12月份 我们做过的一案例 那么买进去之后 咔咔咔咔咔就连板了 正儿八经 这个不是说 现在奖案例拿出来奖 这个当时真是买了的 很多同学都有 好吧 我老同学 我看19年老同学 19年的老同学 应该不多了 但是我们的管理员 肯定是知道这个案例 所以 那么整个的下跌 它都是首跌的 所以摆低量去 那为什么后面 直接趴去涨到这儿 对吧 那原则上来说 是不是应该只能涨到这儿 因为A点在这儿 B点在这儿 但是这个案例就超出了 直接涨到左风雪了 这个就是关于 这个一箭封侯 一箭封侯战法 最后我们去做一个总结 总结部分 那么一箭封侯 主要就是AB点选择 要素是这条斜线的 要什么 多点精准 两点是划线 三点是确认 越多越好 好吧 然后横线有助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像大北农这样的案例了 前面教材上的案例 全都是这个地方 没有建构的 这个没有建构的 那么刚才的什么 刚才的大北农 或者是有的案例 它在这里会有个黄金建构 它有个黄金建构 那么这种就更好 好吧 这种要更好 然后的话 上市不多 斜线上去的K线 越少越好 基因利捷 长银短度 甲银增扬 摆低 倍量伸缩等等 倍量起度 倍量起长 那么就是底部 小北洋为家 要含蓄 好吧 然后突破的时候 要放量 讲中大洋 那天要放量 但是在中大洋前面 量能要含蓄 画法就是上都下凹的石顶 波段左风与凹颠风连线 中间切合点越多越好 然后的话 买点这个不看 买点这个不看 刚才买点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测幅 手跌缩量 英时顶的位置 基本就在那里 那么这里 最后这还有一个案例 这是一电缝合的运用 这个案例 是当时 也是19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19年年底 当时那个行情 都是在下跌的 那么同学也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讲的 大北农的案例 它就是出现在19年的年底 对吧 19年12月24号 那么老师刚才讲的 这个案例 老师当时在 在特训群里发了一个案例 这个也是在19年12月13号 因为当时大盘 就是在下跌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19年年底的时候 19年 19年 好吧 当时大盘19年 大概是在这 大盘没有跌 但是呢 很多的个股都是在跌的 那么当时呢 这个老师呢 就公众号 有一个南京 和有这个什么呢 长城 就讲两个证券股票 那么我们就看 这个呢 是当时的南京证券的一个走势 那南京证券的走势呢 我们看 首先没有遮挡 然后呢 没有遮挡 画了这条线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还横了几天 你看横了 这是一个现场直别扑出来的 但是如果啊 我们用这个 你看怎么样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试一下 用这条线 用这条线 就连两个都是没有 没有去 你看 这好像就 这好像还更火一点 我看一下 南京证券 对南京证券在这 当时 好 好 那这是南京证券 那么我们如果说 我们不用这两个点连 你看 我们用这两个音组去连 我们用这两个音组去连 还是 我看一下 用它 用它不行 用它不行 那么只能用它 是不是上图销 是上图销 是上图销 有没有经过第三点 第三点 没有第三点 所以用这两条线还不行 那么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也没有经过第三点 对吧 这也没有经过第三点 上图销 这条线不错 这个可以 这里 经过了第三点的确认 也经过多点的确认 然后封喉的位置 小被羊带亮突破 小被羊带亮突破 然后底部还有个卧底的王牌柱 所以这个就是运用 这条线要更好一点 比刚才那条线要更好一点 然后还有一案例 我们上下看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南京证券 那由于南京证券当时它的这个你看 它下跌的地方全部都没有亮 所以说根据测幅的位置 那你涨到九九块两毛六 那是肯定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 你涨到这个位置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吧 这个就是关于一箭封喉的全部内容 所以方法讲了 原理讲了 那么是不是一件封喉的案例很容易找到呢 不一定 好吧 我们不要去刻意的去寻找它 但是呢 同学应该发现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有没有发现我平常看票的时候 任何的票 经常我都会去画那么一条这个线 都会去画那条形犯线去 有事没事你就拉一拉 拉一拉 你拉一拉你大概就知道它的趋势了 对吧 那么这条线是为了探趋势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画着画着画着 刚好就画到什么呢 画到一个案例 它就刚好在那个一箭封喉位置那 那机会就来了 好吧 那机会就来了 不是如果你去刻意的寻找 那不一定能找得到 好吧 你不一定能找得到